當然從這個特教學生的增加 其實教育部的特教預算也是逐年增加 這幾年因為也是大院這邊 當時支持了總預算編列有一個比例 確實每年都是增加兩三百億的 這樣的一個額度 在比例上也都會在這上面去支援特教的需求 至於說比例的調整 因為有財政紀律法第七條的相關的規範 這部分我想 我們再來討論 也是需要討論 在國教署所主管的公立或市立的這部分 其實已經有逐年調降 尤其是之前那一種太遭負荷的情況是有改善 目前就以署管的公立大概是1比16 我想這個部分 至於跟縣市主管的這部分 國教署已經召開幾次的會上的會議 也希望能夠訂出一個大家認為合理 而可以逐年來落實的方向 在做完畢的節目 在做完畢的事情 forcément